好了 今天来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开箱视频 终于到了 在哈维罗马上来买的 好 我们先看看背面 背面刚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太熟悉的东西 但定睛一看其实也是熟悉的 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支持L-Play 因为我的电视不支持 所以L-Play很重要 另外就是听说最近这一款遥控器改款了 上一款遥控器非常难用 这款新的遥控器有一定的改进 我有NAS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看流媒体 对这个就64G是一定够的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用过L-TV 第一次用 特别贴心 你看帮我准备好了撕开口 直接一撕 我就什么工具也不用了 这支撕膜我也不用工具了 徒手撕 徒手撕膜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阻尼 苹果的产品一贯 它的阻尼非常好 轻轻一拉就开了 好 放到一边 你看 这是本体 净手眼底 那么这个本体呢 电视盒子本体 比我想象中要重一点 比我想象中要重一点 重量大致比这个最新款的12 Pro Max 还要重一点 我感觉手册有300克 手册有300克以上 但是你平时不会拿着它呀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来 我们看看把它这一圈磨一撕 黑色的还是挺漂亮 黑色配的是黑磨 磨一撕 钢琴烤漆面 加上这个各种接口啊 净手眼底 各种接口 一个电源插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网线接口啊 在我们家里面都是用无线WiFi吧 它这下面有一个散热槽啊 看起来发热挺大的啊 还需要散热槽来散热啊 把这个撕开 下面就是它的logo 一个哑光面的Apple logo啊 整体性一致性非常好啊 整体性一致性非常好 很不错 好 先放到一边 我们来看看它的遥控器 遥控器 包裹在它的这个膜里面啊 一抽 遥控器就出来了啊 一抽 遥控器就出来了 哎 手感非常好啊 全铝合金 全铝合金 然后旁边有一个专门独立的Siri按键 哎 手感很好啊 按起来 这个力反馈啊 特别好 嗯 按键 总体来说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精致啊 然后试用 看起来像是USB-C接口充电啊 或者Lightning充电 应该是Lightning充电啊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 还是中国制造啊 因为中国制造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啊 好 配件 这边有一个配件 我们看看是什么啊 不需要拆开 直接从旁边抽出来了 电源线啊 电源线 这个是奥规的电源线啊 奥规就是两口的电源线 这个电源线特别尴尬啊 在这边 如果是国内买的这种电源插头呢 你是没有办法插进去的啊 没有办法插进去的 因为它需要你插了D线才能插进去 这个插头是没有办法插进这个三插口的 特别特别的尴尬啊 在澳洲来说的话 没有办法了 待会再用吧 好 我们再看看下面还有什么 下面这里是一卷用不上的纸啊 说明书 然后一个Lightning充电线啊 Lightning充电线 家里这个线有好多根了 不过多一根也不夸啊 好 那么就没有了 空盒子一个了 那么我自己还要配一个 HDM线 好 那么接下来更详细的评测 就等我接到电视上再看了 谢谢大家观看